行政長官梁振英上北京述職 帶同三名局長陪同 引發了不少的揣測 政府消息人士一再強調 三名局長去北京的安排 早已計劃了 但政府在消息發布上 不僅未能平息的風波 反而是火上加油 政府在上星期四已經公佈了 梁振英星期一上京述職 而三名局長上京的消息 就是在梁振英到了北京後才公佈 所以局長被急召上京之說 其實就是從此而起的 三名局長上北京 政府在不同時間分開三段新聞稿公佈 蘇錦良的新聞稿指 參與行政長官的述職行程 張炳良指 陪同行政長官進行訪京行程 陳家強的新聞稿就寫得最詳細了 說是陪同行政長官在北京述職期間 出席和相關部位的會面 蘇錦良的稿就是最先出的 亦都罪而惹人誤會 參與述職行程 令人以為局長是同特首一起見國家主席 據聞這份新聞公佈 草擬的時候不是這樣寫的 是後來有人改了 引起今次的風波 政府裏面都有人承認 是消息發佈出了問題 由於是涉及三個局長 大家又互不從屬 最後就變了各自為證 各說各話 如果是以特首辦的名義 統一發佈局長上北京的消息 就不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至於局長陪同特首訪京 又是否罕有呢? 我們看看資料 梁振英之前兩次賞京拜會中央部委 其實都有局長陪同 而前行政長官曾任權 在09年3月列席人大會議的時候 其實都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林瑞麟在一起 而這幾次的行程 都由特首辦統一公佈消息 但如果是由局長陪同特首述職 就肯定是史無前例 在中央來說 述職這兩個字是有特別意義 體現了行政長官向中央領導人 負責的議事 述職亦都有嚴格的安排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陪同特首述職 今次的事件可以說是茶杯裡的風波 但意義就不容忽略 因為一方面反映了公務員系統 是有一定的官僚程序 統籌和指示不清晰 隨時都會出亂指 同時亦都顯示出 某些官員對國情的認識是明顯不足 讓你來看 既然是由局長沙特 就能說是 可不可以說是 既然是努力的